我长这么大 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 诶 今天你就见到了 这么大 从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巨星刘德华的风采 华出生于香港星界 在家中排行老四 1961年9月27日出生于中国香港集贯广东新会 华语影视男演员 歌手 制片人 作词人 幼时随家人搬到了九龙钻石山的木屋区居住 并且和姐弟一起帮助家里打理卖稀饭的生意 1973年 刘德华随家人搬入了香港南田村第十五座十四楼 刘德华从黄大仙天主教小学毕业后深读可丽中学 在可丽中学读书期间 刘德华积极参加校内学校聚税的表演 在老师杜国威的指导下 学习戏剧方面的知识 他还参与了包括编剧在内的幕后制作 刘德华在中午会考获得EB 3D 2E 中文读本A的成绩 中六上学期后 他到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的议员训练班受训 从而开始了演绎之路 1981年 刘德华出演电影处女作《财云曲》 1983年 主演的武侠剧《神雕侠侣》 在香港获得了62点的收视记录 2020年 主演爱情片《天若有情之追梦人》 在片中饰演善良热情讲义气的黑色话混混滑滑低 二年 凭借传记片《武艺探长雷洛传》 获得了第1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 1994年担任剧情片《天与地》的制作人 而凭借着警匪片《暗战》获得了第1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 2004年 凭借警匪片《无剑道3》《终极无剑》 获得了第4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 同年由冯小刚指导的剧情片《天下无贼》 在片中突破固有的荧幕形象 饰演痞子气十足的盗贼王博 2005年 获得了香港UA院线颁发的 全港最高累计票房香港男演员奖 2006年 获得了釜山国际电影节 亚洲最有贡献电影人奖 2011年 主演剧情片《陶姐》 并且凭该片获得了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 2012年 担任了第49届台湾电影《金马奖》评审团主席 2013年1月16日 担任第7届亚洲电影大奖评审团主席 2014年5月 主演中国首部打怪题材的电影《尸姑》 在片中饰演倔强 善良的农民雷泽宽 凭借该剧情片《尸姑》获得了第16届中国电影华表奖 优秀男演员奖 2016年 刘德华参演的动作片《我的特工爷爷》上映 他在片中饰演试堵诚信 且脾气暴躁的小混混李正久 2017年4月28日 主演的警匪动作片《拆弹专家》 在中国内地上映 同年7月 主演由冯德伦指导的动作冒险片《侠盗联盟》 9月与真子弹共同主演的动作犯罪片《追农》上映 2018年2月 凭借警匪片《拆弹专家》 获得了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 3月 主演警匪片《拆弹专家》的续集《参戴焦佳2》 此外还以监制主演的身份参加了扫读2的拍摄 5月 担任了监制的迷你剧《东风华尔街》播出 2019年1月 主演电影《香港地》 3月 出演电影《拆弹专家2》 与葛优章韩宇主演电影《莫斯科大结案》 同时他也是该片的编剧 2020年1月19日 取材经典神话故事的七圣系列电影正式启动 刘德华担任监制其主演 11月 刘德华监制并且领衔主演的电影《热血合唱团》上映 2021年与萧应万倩合作主演的犯罪喜剧电影《人潮汹涌》上映 自《采云间》到《人潮汹涌》 不愧是电影界的工人老模 也是永远的不老男神 他出演过187部电影 刘德华得过两次台湾金马奖影帝 三次香港金像奖影帝 并且还是华表奖上 唯一一个来自香港的影帝 他的每一部电影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见证了我们的成长 他的作品呢 也总是能够勾起我们的回忆 带我们回到当时的那个年代 他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在90年代 刘德华这个名字几乎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现在的刘德华依然人气颇高 入住抖音 引全民追星 仅两天粉丝就暴涨近三千万 这就是天王呢 经历了许多无人知道的心酸 是他的勤奋 他的永不言败的精神 才造就出了现在的超级偶像 天王巨星刘德华 谢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